大家好,我是Dame 好莱坞演员Tone Poland参演的舞台剧Romeo和Julia 在公开Julia角色的演员后 收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原因是饰演Julia的新人演员Prancheska Meguda-Ribos是黑人 这位女星在牛津大学主修音乐 曾出演过BBC的影集《不良教育》 而最近Romeo和Julia的制作公司透过声明表示 自Romeo和Julia的演员阵容公布后 我们公司的成员们遭遇了网上令人遗憾的种族歧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将持续支持并保护我们公司的所有人员 尽管制作公司做出这样的回应 对于Prancheska的网络霸凌仍在持续 一些网友们上传白人女性与Prancheska的照片后留言 谁更像Julia 还有人上传白人男性与黑人男性的照片 并添加了Romeo和Julia的标签 此外也有人就黑人Julia提出Play-Walking的主张 所谓的Play-Walking是指由黑人扮演原本是白人的历史或虚构人物 这次远于将有色人种角色换成白人或抹去其特性的White-Walking 不过我考虑到最近在好莱坞有色人种角色的增加做法 打破了美国社会以及影视产业中根深低估的启示和刻板印象 并致力于促进多样性 因此关于Play-Walking这一表述是否恰当 仍存在争议 其实这种争议在2023年小美人与首音时也发生过 一些粉丝们因为黑人歌手兼演员Hellie Bailey 与白皮肤红发的Erian形象不服发起了南买Ariel的标签运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先不管服饰但不漂亮啊 怎么可以有不漂亮的Julia 就算现在事件已经变了 也别破坏我们心中对Julia的幻想 Romeo和Julia的特色是 一见钟情到无法自拔 能让演员和观众们都集中注意力吗 那就全部都用黑人吧 为什么只有女性要选黑人演员呢 真是奇怪的国家 如果想要创造一个黑人和白人没有差别的世界 就必要做这种事 这只会增加对黑人的排斥感 有那么多漂亮的黑人演员不用 反而用可能引起争议的演员 感觉就像是故意想要制造争议一样 但他们绝不用亚洲人 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真的很严重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如果要重于援助 那么非意大利血统不是十几岁的演员 也应该被禁止出演 别忘了在Romeo和Julia的首次公演 Julia是由男性扮演的 韩译好莱坞演员Junjo 也扮演过莎士碧亚 最近现世人物的宣教也不受种族限制 这毕竟还是虚构的 所以 对于黑人Juli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来自作人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